文公孙绿沃 红对于明星们来说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有许多明星为了红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却也有人无论怎样都恐不了 明明演技颜值都在线 可是却很难在偌大的娱乐圈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就像是出道已经26年的书场 演了无数打热剧的羊绒等等 要说颜值他们不出现在许多流量小花 要说演技他们也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可是就算演了那么多的作品 也仅仅只是在观众心中混了个眼熟罢了 不得不说在娱乐圈要想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就真的没有这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有万年女二之称的陈子涵就是如此 在某节目中陈子涵曾被月璇吐槽 我至少红过 一直演女一 看了你的戏 确实只能演女二 还称陈子涵没有红过 虽然这话一出让人心里很不适滋味 可是仔细想想确实也是这么回事 这几年陈子涵身上的标签一直都是不红 每每提及戏红人不红的女星 里面都会有她一个 回顾初到25年的陈子涵 在演戏上可以说是非常努力 最多是一年接了六部剧 可是演的大多数剧都是配角 很少有演过女主的角色 就算有收视也基本是一般般 或者说也有那么一两部收视率是高的 但是作为女主的她却没有什么热度 反而是有时单任与二时塑造的角色 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也就是在样情况下 陈子涵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可以红的机会 令人惋惜 还记得当初在大学时 陈子涵就和蒋秦琴 金乔乔三人并称被练三朵花 起初毕业后的三个人各自发展的都不错 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陈子涵和其他两个人之间却有了差距 蒋秦琴的古装扮想颇有古典美人的风韵 一出道就让人惊艳 而金乔乔在毕业不久后也塑造了几个经典角色 没多久就嫁入豪门 慢慢淡出娱乐圈 只有陈子涵依旧在红与不红的边缘徘徊 陈子涵属于那种五官非常明艳的类型 或许是因为长相的原因 陈子涵特别适合念那种坏的深入人心的角色 所以经常找到他的都是一些反派角色 可能会被观众吐槽 可能会遭到质疑 但是却很难让人圈粉 以至于就算在火佛祭宫中饰演女医的她也完全没有什么热度 风头全被陈浩宁盖过不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起她观众就会想到陈浩宁 可是却对陈子涵本身毫无印象 就这么在娱乐圈兜兜转转 直到37岁时陈子涵才遇到了她的另一半 戴相宇 就像她自己所说的女人一定要嫁给爱情 虽然戴相宇比她小了足足六岁 两个人也是性格完全对立的摩羯座和白影座 可是缘分这种东西本来很奇妙 遇到戴相宇之后陈子涵陷入了爱情 曾经的拼命三娘不再拼命工作 反而频繁地在微博上秀恩爱 撒狗粮 戴相宇是谁呢 如果说陈子涵是在红与不红的边缘徘徊的话 那戴相宇就是彻底的不红 甚至很多人是在她和陈子涵公布恋情后才知道 娱乐圈有这么个人 不过虽然名气不如陈子涵 但是却是一名妥妥的小鲜肉 不仅身材好长相还酷似陈伟婷 据说家庭条件也不错 特别是在看了她和陈子涵的高田互动之后 不少粉丝都感叹陈子涵这次是遇到对的人了 很多人都说在陈子涵和戴相宇这段姐弟面中明显就是女强男弱 从两人的一些采访中也可以看出来大多时候都是陈子涵在讲 戴相宇静静地听着 偶尔补充几句 甚至有时候两人还会因为某件事情产生争执 不过没过几秒钟就和好如初了 值得一提的是陈子涵大概真的和红无缘了 就连公布结婚喜讯时都赶上霍建华和林心如公布恋情 中立提张伦硕举行婚礼等娱乐圈重大事件 自然观众也都无暇顾及她了 不过陈子涵也曾表示自己在遇到戴相宇之后 对于红与不红这件事已经没有很大执念了 能够像现在这样安安稳稳的就挺好 如今40岁的陈子涵依旧保养得很好 如果不说年龄的话 她和戴相宇站在一起 谁又能看出来他们相差了6岁呢 近日陈子涵和有性感女神之称的中立提同框叶毫不逊色 反而身材抢尽略胜逆的感觉 你们觉得呢 如果您不说的 请不吝点赞伦 我请不吝点赞伦 准备点赞伦